一边仰望台北101大楼一边听车上景点导览 坐在台北市观光巴士上 实地观赏台北这个大都会 包括总统府以及101大楼在内著名的景点 由于基隆市政府编列2400万元 已经获得基隆市议会通过 将购买一辆观光巴士推展观光 因此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个人 特地先到台北考察乘坐观光巴士 更特地坐在上层露天车厢欣赏风景 杨秀玉也建议基隆市政府 相较于台北观光巴士上层 采用伸缩式布木材质来遮阳避雨 未来基隆市的观光巴士上层 或许可以采用透明压克力等相关材质会更好 它好像有两个线 一个是红线一个是蓝线 那我昨天做的是红线的那个路程 那沿路就是我们台北市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大楼也好 或是一些观光景点 那就是它是露天的 它是双城 我是坐在那个二楼 那参观整个景点 那觉得还满不错的啦 但是我觉得说 它还是有一些小小小的缺点 因为它是用那个帐篷 露天的部分是用那个帐篷 帐篷 但是我觉得那帐篷 感觉好像不是很适合 我觉得如果说基隆市 因为这次我们基隆市议会 就是观销处有编一笔这个2400万的观光巴士 那我是觉得说基隆的景点 就是海边嘛 那我们的景点就是说 我是觉得那个它的敞篷的部分 不见得是用那个敞篷 可以用那个 比如说那个压克力 压克力透明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天空 那整个景点是可以 可能会比较好 不适合一点嘛 那我是觉得说去尝试看看 让我们基隆市民了解一下说 这个台北市他们的这个 双层观光巴士的一个整个做法 那我是觉得说 提供给基隆市政府来参考看看 杨秀玉指出特地到台北 实力搭乘观光巴士 就是希望基隆市政府 可以借进台北市政府 经营观光巴士的经验 好好规划 善用基隆市这辆观光巴士 推展观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